聽到侯市長他們的這個談話 我是既驚訝又難過 那過去他也感謝過我 難道那些感謝都不算是感謝嗎 林口交流道南出北路的雜道 十幾年來沒辦法解決 大家要了解 這一個高速公路的交流道還有這些雜道 他基本要增設是要地方政府提案 要提出可行性研究 可是一直提不出來 而且他涉及到在新北跟桃園 兩地之間到底怎麼樣去找路 還要有地 更需要能夠有錢來做這些建設 所以這個歷歷在目 我想過去大家這些好的友誼 不要因為這個選舉而被扭曲了 那我也相信 就是建設是不分黨派 所以我主動出面 以這個林口交流道來講 它有涉及到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它沒有辦法符合這個 就是砸到它的這個坡度跟斜率 那我們技術上幫忙解決 還要找到用地 我們甚至把高公局的地讓出來 開路 最後 預算也要編列 那由我們用國道基金 來加速辦理 我覺得 我難過的是 就是說 這種選舉是一時的 我希望我跟友誼市長的友誼 不要因為這個選舉而被扭曲了 那你說我離開交通部長 行政院核定 那如果沒有我們交通部 核定 怎麼會有行政院的核定呢 不能講說 就是說 過河拆橋啦 至少不要 尊過水無分 好像 當作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一樣